生鮮生鱼片要吃 当然要选择 Otolo黑鱼鱼 不只生鱼片 要有鲍鱼 连吃个早餐 不管是吃吐司 吃蛋饼 还吃汉堡 不少人也要加个鲍鱼 不过 市面上鲍鱼罐头 白白种 里头真的全是鲍鱼吗 答案揭晓 中期太平洋的地方 它会一起捕捕到 所以在联合国里面 也是把它分类 称为类伪类 类似鱼的鱼类 的确根据消机会 最新调查报告 针对双北百货超市超商党 采购30件商品 发现这鲍鱼罐头 分成四类 有单鲍鱼 单鲜鱼 还有混合鲍鱼 鲜鱼 以及东方指寸 我不会 我就是看品牌 我不会去看它的成分 吃了健康就好了 大多民众买的时候 根本不会注意看 记得实际买罐头 发现大多都有清楚标示 而根据联合国鲍鱼罐头规范 允许清科 除了尾鼠 还包括八尖鼠 尺寸鼠等 这也代表 不管是东方尺寸 还是鲜鱼 都能做成罐头 没有违法问题 一般人吃不太出来 但是如果你有去比较的话 应该吃得出来 口感上面 真的是还是鲍鱼比较好 虽然大多人觉得 好吃就好 不过有人纳闷 为何不用鲍鱼 而是要用其他鲜鱼 或是东方尺寸替代 在所谓的公海上面 每个国家都有一定的配合 但是也然后就没有 所以当我们国家的生产量 饱和了 对不对 那如果我要再生产 那个罐头来讲的话 那我可能就找其他地带的 那口感跟它差不多的 那也许 也那后就是另外一种 有人认为好吃就好 但也有人认为要吃 就要吃最驾杠的鲍鱼 下回要买鲍鱼罐头前 真的在意的人 别忘记睁大眼睛 把标示看清楚 懂得三星文生活中心 综合报导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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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